大家好,又來到StarLok的時間 這集這位嘉賓不經不覺 明年2024年已經是他入行填寫歌詞的45個年頭 接下來還會舉辦一個作品音樂會 他就是潘Sir,潘委員老師 你好,潘Sir,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潘委員 很多時候音樂人如果舉辦一個作品展 就會找很多原唱唱你的作品 但這次找了九位中年好聲音的參賽者 為何會有這個想法 我覺得香港很多唱歌的歌手 就像好聲音一樣 但又不是太多人留意到他們 這件事就很像我了 即是我寫詞也算寫得好 但又沒有人認識我 我又覺得我跟他們的制約真的差不多 可能有些東西是可以共通的 還有能夠互相激發出一些火花 我也知道很多行家都會找原唱者 演繹一些大Hit的作品 但如果我找到也會嚇你一跳 我怎樣找回梅耀芳 找回陳發強 找回羅文出來呢 老師,你寫了這麼多大Hit的作品 大家就會想 會不會版帥收入都挺可觀的呢 其實我的版帥是很少的 是的,我提了你的傷心事 真是不好意思,老師 真是幾分傷心幾分癡 這隻真的不能收 原因是因為香港的制度是這樣 所有的改編歌 曾經有過其他語文歌詞 不是原創歌曲 我們都是收一次作詞費 無論它多好買都不能收 但我發現你真的好像比較寫多些改編歌曲的歌詞 因為那些沒有人選擇 那些沒有得分 就下來了給你 是的,改編歌我有時是喜歡的 喜歡它很難 如果寫完之後比原唱的更好 又或者一些人會以為我的廣東詞才是原唱 我會很開心 但你也有作過很多原創的廣東歌的歌詞 對我來說,真的收入最高的是哪一首 是《惡狼傳說》 這真是很感謝學友 世界傳媒演出 唯磊去歐洲、美國、去哪裏 他都帶著這首歌到處唱 每一場都唱 那就可以分,收得到 創作人 很多時候如果被人改了他的東西 但有沒有真的試過 有些真的出了街才改了 其實也沒有辦法 妹姐是熟女,跟那迫近迫戀 戰刺倒退倒退倒向 我告訴你,前邊前邊才是對的 很多人都以為你倒退不是在後邊嗎 但其實因為你迫近我 如果我叫你倒退 你永遠都在我前邊 你每人走到後邊 很多人犯了邏輯性的錯誤 他都改了後邊 還不是很合音 對,還不是很合音 但妹姐真的很好 其實在我的歌詞裡 我寫了另一個選擇給他 你可以選擇一個就是旁邊 他有幾次演唱的 他會改成旁邊的 所以妹姐是很好 一個女神